旅人当头我是邱子 邱高照我是威尔 天马新公公司文杰 好那我们看一下国内新闻 那国内新闻之前就有说 这个朝鲜跟马来西亚互相 把对方的公民当成人质一样 也不能说也不能这么说 就把当成人质一样 就是空来这里不让你回家嘛 但是现在呢 这个因为大马实在是太热了 所以这个朝鲜客工呢 就想要回家了 这里说到呢 记者今天走访到这个石角 马当连接道路的施工现场呢 并在那里发现了 数名这个朝鲜和法劳工 那么他们在这个建设大楼后方呢 为手脚架进行这个末会工作 安静地进行工作时 就算在记者的住宿下 他们也没有停下手上的工作 那当地有六名这个朝 目前那边有一个六名朝鲜员工呢 那这个记者尝试接住他们的时候 他们看起来是充满的敌意 还有冷漠的感觉 那当中有一名朝鲜工人呢 是愿意接受访问的 那他以有限的马来文来指出 他其实在沙拉越工作了长达四年 并在两个月前呢 开始在这个死角 马当连接道路施工 施工处工作 他们会觉得有这个敌意 我相信是因为正常的啦 现在马来西亚跟朝鲜的关系 有一点的这个不太好了 所以他们也会担心嘛 对不对 毕竟在朝鲜 有这些马来西亚人又回不来 然后马来西亚又不让朝鲜人回去 所以他们自然会担心 这个有关当局可能是来检举他们的 然后再加上在这个前天呢 在沙拉越的这个老越的这个部分呢 就逮捕了这个16名的非法朝鲜客工 所以你看在在沙拉越 在马来西亚其实有非法的客工啊 他不单单 刚才那些反问是合法的 他自然也是有非法的客工 很难想象 我没有想过 我们这边原来有非法的朝鲜客工 真的耶 就是朝鲜的这个要派人出去工作的时候 都需要经过朝鲜的统一才行 不是吗 对呀 为什么会是非法的呢 对呀 对呀 你如果是非法的话 你基本上应该不能了 你这样子是叛逃啊 你就是逃离的朝鲜 拖北的感受 就是拖北啊 而且拖北不会拖北去马来西亚 我相信 所以 马来西亚不会保护你 这个就是奇怪的东西了 我就 所以我就 现在我就完全不明白 怎么会说有这个非法的朝鲜客工 然后合法的可能OK啦 但是合法的一般上 我一直以为 就是如果是朝鲜他们那边 允许他们出来 是来这边做生意 对 而不是来当这种 劳工 而不是来当劳工的 所以我这个方面 我真的是有一点就不太了解 他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既然有这种情形 但无论如何 现在就因为这个朝鲜的这个事件 跟马来西亚这个事件 所以就让这些在朝鲜的工作的人 可能他们会觉得心理上有一点不安 会担心马来西亚可能会对付他们 那还怎么样 但是目前为止 我相信马来西亚政府还是比较属于 就比较理智型的 也不是说随便就抓了朝鲜人 关了起来 怎么样 或者软禁他们没有 相对我们还是比较支持人道主义的 在马来西亚 对的 那当然 可是马来西亚之前跟朝鲜是有邦交的关系 应该会为了这个邦交关系 然后就是还是把朝鲜的特工给送回去 这样子吧 好不过呢 当然我们主要一个焦点看是这个 马华呢 马华的总会长 那是司令廖宗来 他就说了 马华现在已经投入到了大选的备战状态当中 那从全国到中央呢 都已经准备好备战的大选 马华对于全国大选的来临呢 是不会感到非常 都不会感到害怕的 是不是也说 大选就要来了 不过之前行动党的 不管是林吉祥也好 林冠英都好 一直在挑战马华 退出国阵吗 不是 但你怎么挑战 他们都不必理啊 反正每一年都会有挑战的事情的发生了 所以这个都是 挑战我就说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因为纯粹只是要 让自己有更高的曝光率 然后制造一个开端 然后就可以继续攻击 因为你在怎么挑战 他们我觉得 无论朝野在互相挑战对方的时候 都没有人会去接受的 没有人会去理的 所以没有意思的 对啊 那当然如果马华都这么说准备好 明队大选就 看他下一届大选呢 会不会成绩比上一届大选会来的比较好一点吧 毕竟上一届大选是挺难看的 准备好也不见得会好 当然 准备好可能这个东西呢 就好像是你不能因为大选的时候呢 你才才要来好像来派礼物啊等等这些的嘛 对不对 你这五年以来呢 你就是要一直派东西啊 派一些礼拦啊 然后或者是派点钱啊 帮助市民啊 帮助市民解决问题啊 疑难杂症啊等等的 我觉得这些都是面对大选的时候做最好的准备 也许还有一些是可能马华在努力做的工作 希望可以得到华社的支持 就包括了这个1965年伊斯兰法庭 刑事全线修正法案 就是355法案啊简称 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一个proposal 一个建议书 就想让首相纳吉知道 马华的立场是什么 也会希望这个政府呢 可以重新考虑马华所提出的这个建议 那他指出呢 马华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 任何的法案都不影响 影响宪法的基础 因此马华拒绝由伊斯兰党案 纳杜西哈迪阿旺所提成这个 这项修正案 那他们说到我们担忧的是 如果这项法案通过的话 那马来西亚有一天可能会像印尼一样 就是两名非穆斯林当众受编刑的情况发生了 是那我看到的这一句 有一句呢是挺搞笑的 因为之前马华嘛 不是一直说我要辞官啊 然后这是去辞官了 然后在一个星期以后又复官了这样子 所以呢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问 如果这个修正案获得国会通过的话 马华内阁部长会不会有 辞官这件事情发生 结果皇家全就回应说 马华呢是会以智慧的方式去斗争的 因为任何一方面都不会想要把局面给弄僵 弄到这个回头 没有回头路可以走 我相信马华这回真的变聪明了 这个也不是说叫变聪明啦 就是说就也懂得怎么样比较圆滑的去处理这些事情 但我想说就是刚刚他提到像印尼这样子啊 那个什么受到两名非穆斯林对不对 被当众编刑这个事情呢 其实我不懂大家有看了这个新闻过后 有没有实际上去了解那个新闻的内容是怎么样 你能说说吗 其实这个是这样子一个情况的 它是有两名印尼的佛教徒 OK这是华裔佛教徒 他们是在哪里的那个地方是叫阿切 OK阿切本身呢 它是属于一个在印尼里面可能稍微特殊一点 因为在阿切呢 本身就是属于一个以伊斯兰就是这样子的 OK情况是这样发生的 在2001年时候印尼政府呢 它是为了解决这个长期纷扰的这个阿切分离主义 所以呢他们就允许这个阿切呢 有一个自治权 OK那当地呢就开始实行这个伊斯兰律法的 那在这种律法当中呢 包括什么呢 就是你喝含有酒精的饮品啊 赌博啊 还有包括同性恋性行为等等等等 这些违反伊斯兰律法的呢 你都会被处以边形的 好那这事情呢是发生在阿切的 这个就两名佛教徒 他就在阿切去斗鸡 OK结果被抓了 那被抓的情况过后呢 当然他们是会有这个法律要处置他们的 好那现在这个法律是怎么样 你看他们这个法律呢 其实是在过去呢 只是限于在实施在穆斯林居民的身上的 但是在2015年过后呢 这个审修改了律法过后 那触犯这个该律法的非穆斯林呢 就触犯所谓一三行事法的非穆斯林呢 他有的选择选择什么呢 可以在国家法律或者一刑法底下受罚的 或者受刑的 听清楚啊 他是有的选择在国家法律或者一刑法底下受刑的 那换句话说 今天这两名呢 他们是在当众边形是属于一刑法的一种刑法 是不是他们自己选择要接受这个惩罚呢 而不是接受这个国家其他的这个法律呢 所以是他们自愿的 我觉得是他们自愿的 他里面没提到 但是你看整个报道 他是把这个重点放在最后 就是如果你没看清楚 这整个报道是怎么样的话 你会认为 这个肯定是他们这个律法或者这个政府呢 就强失在他们身上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这么看的 真正了解这个事件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如果他们真的选择在伊斯兰刑法 这个一刑法下受刑 而不选择国家法律 那换个角度看 是不是他们很清楚知道 国家法律可能来得更严厉 他们宁愿选择在当众变形 好过接受国家法律的惩罚 是的 所以你看这个刚刚说回来 我提到这个东西 既然提到我就先讲一下 那说回来就是说 为什么你看马华他就提到 不要像印尼这样子 你看这样子的说法 他就有一点误导性了 我就是有一点误导性 他会直接让人家觉得说 这个只要一刑法一执行过后 你整个马来西亚 无论你是非穆斯林 还是穆斯林都好 你都要受到这个牵制 当然我不敢说 以后会不会变成是这个样子 一定百分百受到牵制 但是呢 他不是说是一个绝对性 你不能举印尼这个例子来看 因为印尼这个例子的话 你还说就像印尼这样 那如果像印尼这样 其实还算是比较好的 相对 毕竟在阿切森这个情况 是你有的选择 与其像可能一些中东国家 你是没得选择的 因为他们实际上 就用的是疫情法 所以他们在提出一些事件的时候 我觉得需要了解整个事件状况 但是如果提出事件的时候 你是知道整个事件状况怎么样 你还故意去这样子提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有故意误导和 这个怎么说呢 煽动别人情绪的这个目的 是的 那我觉得这个煽动别人情绪的目的呢 可能性更高一些 因为我相信 马化应该 并不会不去了解整个事情的发生了吧 毕竟他们自己本身也是 有这个智慧才会当上这么高的官嘛 不是嘛 不过这个黄家圈也说了 为了避免在这个课题上呢 出现像是秩序上的分支 又或者是一点种族歧视的意味 所以呢已经聘起了专业的律师团等等 那其实我挺好奇的一点就是说 我一直还蛮疑惑的 这个三五五法案呢 其实只是扩大权限 为什么搞到好像整个马来西亚都变成伊斯兰国 没有啊 谁搞到像伊斯兰国呢 其实不是我们马来西亚已经是伊斯兰国了 我的意思是说 为什么搞到好像马来西亚整个法律都好像已经即将要被伊斯兰法给取代这样的感觉 其实我就说了 这个很多时候呢 它就变成了是一种政治议题 其实它是一个司法上的议题 我们先撇开政治不谈的话 它是不是可以通过宪法这一关 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疑问了 毕竟它的一些提出的这个刑罚呢 可能和现有的司属法是有怎么说呢 冲突的 对 它有冲突的情况下 然后又跟宪法是有冲突 它严格上来讲是很难通过的 除非你必须在宪法的这个底下 首先你必须先修改 那你不修改宪法你要通过是比较困难的 但三五五法案呢 可能它在某个程度上有一些是可以绕过 或者是我应该不应该用绕过这个字 或者是应该说 它可以在没有违法宪法的情况下 可能有一些内容它是可以通过的 但是整个东西呢 我们还是要看他们怎么去辩论 因为我们不是司法专家 也没有办法说 只能够从媒体的这些整个报道来分析 但是整体上来说呢 这三五五法案 它是属于一个就是伊斯兰刑事法里面的 必须要修 他们要哈迪阿旺要修正的部分 但是你听清楚啊 它是修正 换句话说 其实已经是从现有的法案里面去修的 它不是说这个吴宗生有出来 那为什么会吵到这种情况呢 主要原因是政党之间 就是为了要博取华人的华社的一个支持 然后要吵除了支持之外 也要博取这个华社和马来社群之间的一种 那种心结和冲突 他们要不要把它挑起来 是的 那在这一方面呢 确实是很难让人理解的 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其实也让人蛮难理解的 就是说这个我们的首相部长呢 首相副部长呢 就曾经表示说 有50%的国人认为相关单位不会采取行动 而选择不去举报 举报贪污的事件 也就是说 他知道那件事情是贪污的 但他也可能也参与贪污当中 但是他不会去举报 对 他说呢 这有15%的人害怕 一旦举报后 也会一并一并的接受这个调查 那有12%的人不知道 要去哪里 或者是可以进行这个投报 另外有18%的人去 而就是说 不清楚而政府在做一些什么 那这个拉查里在这个 金瑞的国会议员问答环节时呢 他就回英国政这个不单 不单打国会议员拿多里 那都马克思默基克的附加提问 然后他说到 50%的人民不想要举报 贪污案件是因为他们认为 就算做了举报 当局也不会采取行动 对 我有时候我在想说 是不是这个马来西亚人民的 已经被训练到了一种心态了 就是说 反正我去举报 也只是多加一点事情 不然不要去做了 是啊 其实是有很多心态造成的 比如讲这些是一种 当然空穴不爱疯 就是我应该这样子讲 习惯不是一天所造成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你看就是 首先第一 像你说的 举报了过后 它会有什么结果 就是可能也没有什么作用 算了不用举报 人家是这种心态 第二 就是说 我今天反正 这个不单止举报过后 没有作用 而是说 这是很普通的事情 真的 他们已经习惯 马来西亚已经习惯贪污的事情 而且是 第三 不了解什么叫贪污 我说真的 不了解什么叫贪污 我们之前跟反贪局的 其中一名官员做访问的时候 他提到了 其实很多事件 小小的事件是贪污 我们竟然是不察觉 它是贪污的 比如说 很简单的 今天 我请你吃一颗糖果 而这个我们有利益这个关系的话 请你吃一颗糖果 你算是贪污了吗 算吧 已经是贪污了 算了 已经是贪污了 就很简单的 只要有利益关系来往 然后 你因为我给你了一些好处 那个好处不分大小 我只要给你一点点的好处 你接受这个好处 然后你给到我这个更大其他好处的时候 这个就叫贪污 还有第四点 国民觉得贪污 做事情更快 所以就选择不举报 反正就贪污 就感觉事情更快 对不对 就可以把整个复杂的事情做好 简单化 你看复杂这个字也是一个问题 今天我去报案 请问这报案过程是复杂还是简单的 非常复杂 然后你要去报告 你根本不会想去报案了吧 就是懒惰 其实不是懒惰 是整个过程太麻烦了 你看即使是你不见了一个钱包 或者是你的身份证不见了 你知道有多麻烦吗 你知道有多麻烦吗 因为你这个算好了 你可以搞大半天了 有时候 是啊 你叫警察去报案 你那边还要等啊 一些等等啊 你要贪污局去报案 我不懂他们 做一层是怎么样 但是 有太多 我想说是太多的繁文辱结 让人 你在阻挡着人家去帮助你进行这些工作 不过也只能说马来西亚人可能缺少了就是正义谋认吧